《探尋古佬失傳秘術》 《窺探玄妙天地人間》 歡迎收聽喜馬拉雅FM 出品的奇趣懸患小說 《失傳秘術 趕蟲詩 語版》 作者哈姆曹灣 播講曉奇 第24章 雜鼠之法 上次說到雖然最後沒有成功 但黃金銅都因偷暗河流觀這件事 在暗沙門中出名 至於這件事 後來還有一段民間傳說 說是那個樓官被運到某個很秘密的研究所中 用照骨鏡去照鞋骨時 鏡中的人還說了一番話 至於說什麼就沒有流傳出來 有人說是講了上古人類的一個大秘密 也有人說是念了一段咒語 說法也不一樣 而和黃金銅聊天的 那個來自311機構的老人家是親自拿鏡去照鞋骨 那個鞋骨在鏡中是一個有血有肉的生人 鏡中的人說完話後不用三天 那個老人家就過世了 死因不明 這件事後來也被人為封鎖了 在11年後 黃金銅出監了 當然變化很大了 他父母在這期間已經相繼離世 出監後的他生繼很艱難 想說要學分門手藝去安身立命 像做木工、啞工那樣的東西 看怕他學不進了 在鑑窗中藏龍鱷虎 他在裡面關了一些暗沙門的玉柚 而經過那個玉柚的指點 他就輕鬆地過來找張書網學做郭先生 我當時聽黃金銅說 那條人頭魚在一種蟲的時候 忍著插了一句就說我是個趕蟲的 黃金銅就問我了 哦?那趕蟲是做什麼的? 我就說就是專業去捉蟲和洗蟲的人 黃金銅當時沒有在意 隨口說了一句 哈哈 你這個小兄弟 口氣也挺大的 那你別說蟲了 你捉隻老鼠回來給大哥看看吧 我就不知道他原來是開玩笑 反而很認真地露出頭就說 沒問題呀 但我需要黑狗血和一隻蟹 有你兩樣的話 我就可以將方圓十多公里之內的老鼠 全部和你叫來給你檢閱 黃金銅當時也行情無聊 當晚就去找黑狗 到翌日早上才回來樓樹溝 他帶了整支礦泉水的黑狗血和一隻死狗回來 還從早市買了三隻生蟹 我將黑狗血倒進一隻瓦罐裡 將一隻比較大隻的生蟹 扔進罐裡浸在狗血之中 對黃金銅說 三天後那些老鼠便會離開了 黃金銅笑嘲嘴地說 哈哈 你這個年輕人也挺困難的 算了算了 你的年輕人也喜歡扮演 我沒有時間沒事做陪你玩而已 其實是為了要吃一頓狗肉 你別當真 說完之後他就走開去燉狗肉蒸蟹 我也回到我住的地方 因為是第一次用蟲書上的辦法 我手裡也沒有底 三天後我從瓦罐裡拿出一隻蟹 在太陽底下曬乾 然後再將一隻蟹敲碎它 在我住的地方有一台小石磨 是老黑貓留下來的遺物 我將那隻乾燥的蟹細細磨成粉末 然後帶上這包蟹粉 就去找黃金銅了 當時已是傍晚時分 黃金銅正咬著牙籤和張書旺學手藝 見到我來了也沒有特別在意 我將那包蟹粉灑在地上點著火 那些粉末燒著後 飄了白煙出來飄飄渺渺 黃金銅好像完全忘記前日我們的約定 還說了一句 哎呀你都這麼大個人 還玩火啊? 我沙面當然不舒服了暗暗想 哼 你看著吧 但那包蟹粉燒完後 一點動靜也沒有 我沙面在冒冷汗 我坐在茅棚外面 一直等到晚上九點多 都未見有動靜 有一點心灰意冷 心想那本蟹書也有點溜溜 可能有些招數是靈的 但有些招數是不靈的 哎呀不要在這裡吊架了 快點回去吧 免得一會 黃金銅想起來再在這裡笑我 於是我借著月光回到我住的地方 在青石板上鋪了稻草 看著星星睡著了 去到後半夜 我睡得迷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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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跑到上氣不接下氣大聲喊 哎呀不要睡了快點跟我來 說完之後拉起我就走了 我就馬上問他發生什麼事 黃金銅就說 就是你做的好事 對呀張書望牙被老鼠埋迷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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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就溶溶爛爛 被一大堆老鼠這樣推又怎可能不倒 原來張雪茫在草棚裡休息 突然看到四周的老鼠像潮水般湧過來 被這個突如其流的景象嚇到腳軟完全走不動 直到老鼠多到逼倒了棚 它被整個砸在草棚裡 幸好草棚裡多數都是軟草 壓在身上還未至於有生命危險 反而可以隔開老鼠 一大群老鼠吱吱喱喱在那些腐爛草上 那些數量多到整個大土丘 壓到張雪茫完全站不起來 如果再離多一批 看怕真的可以摘死張雪茫 它本來就年紀很大了 腦太隆忠根本撐不住老鼠 當時黃金彤在屋內吃狗肉 聽到有這麼奇怪的響聲就出門望望 見到一大堆老鼠將整個草棚壓倒了 完全見不到張雪茫 但他也不敢走過去 別看老鼠這麼小 如果多的話也完全撐不住 他聽到張雪茫在草下喊救命 黃金彤一時手足無措 不知道做什麼好 於是趕快走到我那裡搬救兵 我是在草棚旁邊燒的蟹粉 那些樹都是聞著煙氣沖著蟹粉來的 這時候完全不避忍 有得我和黃金彤在旁邊紙手畫腳 那些老鼠完全不覺得 當我們沒到 那些蟹灰對老鼠來說就像毒品一樣 蟲書裡面記得很詳細 用黑狗血灌蟹三天 燒掉它那些老鼠就會來的 蟹在先方裡面經常出現 例如用蟹投在漆裡面就可以化成水 喝了它之後就可以長生不老 當然這裡說的漆就不是現在的工業漆 而是天然漆 如果飲用的是現在的工業漆 早就一命烏褲了 當時情況很緊急 張雪茫被老鼠壓在草棚裡站不起來 那堆老鼠怎麼說都是一二百斤 抹到張雪茫aja唵呃嚎 但是他嘴巴也不滴 在吹吹吹吹說了一大堆你 哎呀,你們兩個年輕快想辦法,這些事不可以開玩笑 想當年,民國當時罵過黃災,日光日白那些蝗蟲就像烏雲般押過來 對呀,蝗蟲多到將那些豬圈填平,那些豬可以養生被它焗死 過大宅園的時候,那些蝗蟲連屋頂都弄塌 這些是老鼠,大隻的蝗蟲很多 我當年年輕小時候,一個人可以拉動一隻牛 但是那些蝗蟲飛過的時候,還催得我一扑一滑 現在這些老鼠,我怎麼撐啊? 我都大半世人了,都完全不知道我的房子居然建在老鼠道上 罵黃災的時候,蝗蟲自己有條路的 他們沿著一條直線來走,大概十幾里地那麼闊 從西北走過去東南,從來都不會走錯路的 你們的老鼠都一樣,不過牠們肯過那些蝗蟲 哎呀,我都快沒命了,從來都沒想過我會這樣死 無論如何,你們讓我爬到爬出去才死 不然的話,在黃泉路上,我怎麼跟那個陰差說我是怎麼死的 告訴牠,我是被老鼠摘死的?哎呀,好沒面子的 張書網大半世人,確實對地上的東西他還是知道一點 老鼠過街,確實有自己走的路 不過,這次的問題不是坐在樹道上 而是我忘了北邊有個垃圾牆 一個垃圾牆,裡面的老鼠有什麼可能少? 一時疏忽,我忘了這件事 最初想著,大概招一百多十隻老鼠過來 在黃金桶和張書網面前威嚇就行了,但完全想不到我弄了老鼠窩 我還是第一次聽張書網說這麼多東西 他平時很少說話,是一個老承持重的老人家 現在他被老鼠壓在草棚下,我也懷疑他是不是被老鼠拔了舌頭這麼多話說 黃金桶見到我發呆,很心急地說 哎呀,都火燒眼眉毛了,你發什麼牛鬥? 快點想我解救的辦法吧 那個伯爺公雖然很煩,但他是我師父,是你旁的屋 再說了,他的手藝怎麼可以失傳的? 有很多女人等著他打救的 黃金桶和張書網,這兩個人都有很多話說 這樣也難怪,如果是正常人的話 有什麼可能來到柳樹溝? 我對黃金桶攤了手,很無奈地說 哎呀,我只懂得招老鼠來 怎麼趕走他們?師父沒有教 黃金桶是個性情中人,又夠大膽 一聽到我這樣說,一吞腳 在屋裡拿了幾件爛衣出來 淋了食物油,就要點火了 我看見這樣,立即上前爛著他 我都急了,跟他說 哎呀,不行的不行的 這件事不是你偷野道武 你把火放上去,那些老鼠是燒到散了 但張書網頭頂是草棚來的 你這樣豈不是會燒死他? 黃金桶定了心神,整面苦瓜乾的樣子 哎呀,那你說怎算好啊? 總不可以逐一隻逐一隻趕走 我領領頭,這些老鼠是我招來的 既然不怕人,就有他不怕人的道理 一隻一隻趕走,這隻剛剛趕走 那隻又回頭,這樣就不是解決辦法 我見張書網,還有草棚在沉沉沉 我就知道他沒有大礙了 擺了手就跟黃金桶說,讓我想想 盧哈姆曾經跟我說過,遇到蟲就不要慌張 凡是動物有異常舉動,沒有蟲是不行的 也就是說,像這種群體聚集,有組織,有紀律 而且完全不怕人的行為 在背後肯定有隻小蟲坐陣 盧哈姆說過,在野外,鼠綠牛羊,鋒芽現場 凡是可以聚群的東西,不同於單隻去找尋的老虎、豹和獅子 怎麼都會有個黃,或者在明,或者在暗 例如大規模的狼群出行,怎麼都會有隻狼墊後 牠會背著一隻背 狼的數目超過72隻就會同類相殘 但有隻背著就會停下來 一看到有背出現的話,狼的數目就不會低於72隻 我慢慢蹲下身,很仔細地觀察那堆老鼠 那些老鼠正正正,剛剛好壓著張書網 牠們不拔草也不找食物 好像來的目的就是為了折磨張書網 那肯定是沒有道理的 這群老鼠是那些蟹灰引過來的 和張書網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仔細想了一下,發現其中有景色 別小看老鼠,這群老鼠在玩聲東擊西 壓著張書網是為了吸引我和黃金彤的注意力 其他老鼠要去做一些更重要的事 我在草棚的藍面燒蟹灰 這時候看不到蟹灰的位置 我就馬上對黃金彤說 你點了一支火把,在這群老鼠面前蹲 記得千萬不要去燒他們 我去草棚的藍面看看 黃金彤之前早就把那些布綁在掃把上 這時候聽到我這樣說,即時點著火把 三步變成兩步,在那群老鼠面前蹲火把 用來吸引那些老鼠的注意力 免得那些老鼠會注意到我 我靜靜地繞那些老鼠堆 借著月色向著那些蟹灰的地方看過去 然後就看到有五隻老鼠仔和一隻鳥仔 圍著那堆蟹灰吃得津津有味 他們一輩子一輩子吃 吃一點點就聚在地上 沒多久又站起來繼續吃 本集已經播講完畢 多謝您的收聽 本集完 本集完 本集完